中央练习题这一题,这个地方有个题目需求 第一个,我需要给这一个年度的第一天 然后呢,我希望能够将来我在这边下个公式 向下向右,它可以把我一整年的所有日期通通都做完 并且把礼拜六礼拜天换个颜色 也许礼拜六是绿色的好了 也许是绿底,然后浅绿色的字 红底,黄色的字好了,诸如此类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底下有相关的提示 那有什么方式可以比较简单,一次可以做完 那方法当然很多啦 最好是旁边有一个按钮 按下去,它会问你说你要产生哪一个年度的年历 比如说你输入2016好了 Enter,全部帮你做完 诶,有没有可能,当然可能 VBA,其实最方便的地方就是说 它可以把你之前所做过的一切动作 都串联在一起 变成一个按钮 然后呢,你很方便就可以把你的事情完成 尤其是你每天都要做的事情 尤其重要 那这个部分的程式,其实已经写好了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可以在那个云端上面 我们云端白板 的程式 印象中是在这边吧,这边都有讲 底下都有相关说明 那里面的话 这边就有个年历 其实年历这个地方 就是我已经写好的 你只要把这些程式 复制贴到那个什么 VBA里面 就是我们要的结果 不过可能复杂度还蛮高的 这个部分我们等一下在按部就班跟各位做说明 好,那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这个格式 跟这个日期 的关系 你会发现 这是2015年的 1月1号 但是呢,显示出来的是 104 104是什么 民国年 对不对 然后呢,这边是斜线 可是这边是一点 这边是1 这边是01 这边11 这边是01 后面呢,又帮你加一个礼拜几 不是礼拜几,是周期 那假如说你今天需要怎么样 做出像这样的格式的话 怎么做 OK 那这个我想 应该都会遇到吧 比如说你的格式需求 不是预设的 不是像上面这个 而是你可能 公司有一个规定 他要希望你显示成什么样子 那怎么办呢 你总不可能说自己慢慢 从头改 当然这地方有个格式 那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这个怎么做 首先第1个 Today我想应该没问题 怎么样 就是 产生今天日期 那当然你插入函数里面的话 我们用Today这边 你可以看到有个 日期与时间函数 这个群组 那里面一定会有一个叫做Today OK,按确定 这个时候的话呢 他没有需要任何的参数 所以按确定 他就会帮你把今天日期 给做出来了 那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的话 日期它是怎么产生的 其实这个蛮奇妙的 如果你今天把按滑鼠右键 储存个格式 里面就会出现 他因为知道里面 是日期 所以他预设的格式 是什么 是日期 他就会显示出 他的日期格式 可是 如果你把它改成什么 通用的可不可以 你会发现按通用确定之后 会怎么样 他就变成一个数字 42365 你想说这个数字 是什么意思呢 他明明是一个日期 那为什么 他又变成一个数字 实际上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他实际上 为什么是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 是有 有一定的 这个 依据的 他是怎么来的 特别注意 官方说法是说 他跟 1900年的 1月1号 相差几天 也就是说呢 其实他里面是记录 是一个数字 但是你不可能说你给 你这个给一般人看 他看说 42,365 那我怎么知道跟1900年 相差几天之后 的那个日期是哪一天 所以呢 他在 ECL里面呢 就会帮你产生一个什么格式 这个格式叫日期 他会自动帮你把这个数字 帮你算出来之后 显示出 你看得懂的格式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 一个重点 就是说 其实里面记录的是一个数字 一个数字 只是说因为格式的关系 让你看得出来 它是哪一天 但是背后还是一个数字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解决几个问题 第一个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这个日期 改变成什么 跟这个看到的是一样的 那你要怎么把它做 比如说你们老板说 我不要这样的 西元年的日期 我希望把它改成 民国年 那民国年怎么改 很简单吧 应该大家都会吧 按右键 除了格式里面 可以把那个 这个立方改成 中华民国立 不过特别注意 好像那个 中华民国立 全世界也只有繁体 也只有版本里面 才会有中华民国立 如果你在那个 英文版里面 没有 如果你在 简体版里面 也没有 只有在繁体版里面有 这个 只有 只有我们这边有 OK 然后呢 如果你今天 希望显示成什么 比较接近的是 这个 比如说 90 哪一年 或者是 有没有一个点 或者是 这个 这个也比较接近 这个 我如果说今天呢 希望 很接近的先找一个 那这个好按确定 不过问题来了 他的这个 跟我们要的 还有相差几个 几个点 第一个 就是说 他的那个斜线要变成点 第二个 后面要加上周级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今天呢 再把它按滑鼠的右键 出现个格式 那如果说我要改成那样的话 第一个你先 找一个最接近的 接下来找一个 制定 那制定里面 特别注意 制定里面 如果我今天要做修改 其实非常简单 有没有看到 这边不是有一个斜线 对不对 你就把这个斜线改成点 不就好了 斜线改成点 OK按确定 看一下 点就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以后 你们要做修改 很简单 反正你就找 先找一个最接近的 再到什么 制定里面去更改 那第一个改完之后 可是第二个问题 就是 周级要怎么出现 其实周级也非常简单 在日期里面 找到那个 犀利的地方 它会有星期期 或者是周级 那可是你会想说 那我要怎么把它套用上去 因为两个是不同的东西 其实很简单 交给我一个技巧 如果你想要用这个格式的话 你选它之后按制定 它会告诉你说 它的格式 应该怎么去 下这个语法 那它的语法 其实你把中刮壶 这个不要看 分号后面这个也不要看 就看中间这个 什么 三个A嘛 所以也就是说 先取笑一下 再回来一下 我就知道是三个A 那我要怎么样 把刚刚的三个A 套用上去 很简单 分号前面 加个刮壶 再到刮壶中间 输入三个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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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发现 出现了 按确定 周级就有了 OK 就这么简单 所以里面 以后 每个格式 你每个点进去 按个制定 你就知道 它这个规则是怎么样了 另外这个格式 将来也可以套用VBA VBA可以自己帮你套在 哪个格式里面 你只要记得 就是这个格式 这个后面这个格式 这一串 你也可以把它丢在 储存格里面 的某一个属性 它就会自动帮你格式好了 所以以后你格式好之后 都可以 拿来再继续套用 那配合什么 配合VBA 也就是说这个格式 超过VBA里面有个Sales Sales是储存格 储存格里面有个属性 这个属性的话 叫做Lumber Format Locate Lumber Format Local 它有个属性叫Lumber Format Local 的一个属性 你就把这个字串丢给它 它就会帮你把这个储存格做格式 也就是说以后 你的任何的储存格格式 都可以透过VBA 动态的去帮你做改变 你要把它改回来 改过去 都没有问题 也许你可以做个下拉清单 你要怎么改就怎么改 对不对 OK这个部分的话 可以 做很多的变化 所以 这里面你至少要知道 几件事情 日期部分 其实是一个数字 再来它的格式化 是透过什么 日期这边去做变动 你也可以制定一下 按个确定之后 就完成 可是 这边还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因为刚好今天的日期 刚好都两码 可是如果今天 我把它变动到 2011 假设我今天 变更一下日期 比如说我今天这一台电脑 把它改成1月1号 这个时候是2016的1月1号 那如果我这个地方 再把它打购一下 它就会重新再去抓日期 有没有 可是问题来了 你会发现 它这边呢 后面的部分是 0101 可是前面是什么 11没有0 那怎么办 没关系 按右键 除了个格式 假如说呢 第三个问题 你要把那个 你的 月跟日 改成两码 的话 比如说 没有 就是 一码的话 前面补个0 很简单 各位可以看到 m 请你把m改成mm d改成dd 按确定 应该看懂这个意思吧 所以刚刚我们主要是 第1个是 更改那个 日期是民国年 然后 这个是年 民国年 然后mm dd 中间加点 再一个 这一个 OK 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结果 就会是我们要的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最后做完的话 类似像这样子 这个是透过格式来做 不过记得 最后还要把那个日期给改回来 不然的话 这个等一下可能会 有点问题 OK 那再来的话 就是说 假如说 你我们这个 奥运的日期 跟 今天日期 相差几天的话 那怎么算 其实这个地方的话 也非常简单的如果你要算那个 奥运那一天 假设奥运那一天 我是把它先在旁边好了 假设奥运那一天是 好像是 2011 多少 是不是 2011 16吗 还是 16 好像是斜线 假设8月16 应该好像是8月16 反正就这一天 那请问 跟今天相差几天 其实 我讲过了 其实它也是一个数字 它也是一个数字 只是格式化 所以很简单 你就把它 等于 未来的日期 比较多 减掉 减掉 这个日期 日期减日期打勾 OK 出来了 228天 不过有的时候 可能它减完之后 它的格式会是 一个日期 日期减日期 它以为你是一个日期 但是没关系啦 你就把这个日期 再改成 通用的或数值的 它出来的话 也是天数 所以 那个计算 相差几天的话 是很简单的事情 就相减就好了嘛 对不对 但是呢 比较会有问题的 就是 相差几个月 跟相差几年 就会有问题 尤其几个月 因为几个月 每个月的天数 都不同 你不能说 我只用30天来算 不行 比如说 跟奥运相差几个月 那你这个月 你不能说 我除以 除以30 这样不精确啦 可能会有一点点误差嘛 有的28 29 30 31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后面的话 我们还会再讲到 有关Dedif 日期的相减 我用Dedif来算 OK 那请各位 先试试看这个 这个地方 画面先观点各位一下 请不含